而五國短跑新秀楊俊翰在10月的全運會只差0.03秒 就可以達到奧運參賽資格 不過今年已經沒有其他賽事 所以楊俊翰把目標放在明年的大專盃 希望能趕在最後時刻拿到里約奧運的門票 田徑三帥齊居一堂 為了要全力衝刺明年的里約奧運 他們一同接受廠商贊助的高科技運動表 希望能在訓練的時候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三位當中沉潔的400公尺跨欄向俊賢的跳高 都分別在10月底的全運會達到奧運的參賽標準 只有楊俊翰在200公尺短跑以0.03秒之差爆汗 被等到明年的大專盃才能重新再闖闖看奧運門檻 那就是因為明年就是會先去美國一地訓練這樣子 然後到明年的5月大專盃是第一場比賽 所以我們目標就是放在大專盃 楊俊翰接下來依舊會和兩位前輩一同赴美訓練 推仰主攻短跑並且已經有奧運經驗的成傑 對小老弟相當有信心 認為楊俊翰絕對能及時突破這些微的差距 其實我是覺得他遲早會達到標準 因為他距離這個標準已經非常非常的近 那我覺得只要只是在天時第一人合之內 他明年我覺得明年他一定會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我對他非常有信心 那就只是要請希望他保持平常心 然後去訓練作息全部都正常這樣子 就沒問題了 田徑場上英雄初少年 19歲的楊俊翰再接再厲 就是不想讓這0.03秒成為他和奧運之間最遠的距離 UDN TV 吳佳佑 吳明星 台北報導